这35年来呢 华镇文化协会举办过 超过400多项的这个文化活动 而且有许多都是属于开创性的 就包括了有这个马华文学家 国际相声大会员 全国水末化及书法展 马中文化交流盛会等等等等 这35年走来武艺 一路都非常多的风雨 不过呢 我们非常感谢获得了政商文教 还有华团媒体的大的支持 那今天晚上这项晚宴呢 主要就是为各位而特赦的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尽情享用 今天我们马来西亚 华人文化协会 为你们准备的这项晚宴 所以我们晚宴 现在马上开始 尊敬的我国高等教育部副部长 拿都合国中博士 尊敬的中国驻马特命全权大使 拿都采喜阁下 尊敬的华总永久民意会长 丹水林玉堂 那各位贵宾 还有各位媒体朋友们 以及所有的嘉宾们 大家晚上好 今天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呢 庆祝35周年的会庆 特别举办这个感恩晚宴 然后对一项支持和协助我们的一些 政商领袖 华团领导 还有华文的媒体 以及曾经为文学付出了许多心血和努力的 我们的前辈们 表示我们对他最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那当然在这里我还特别要跟大家说的就是 我们的高等教育部副部长 今天他在两个礼拜前 其实接到他的选区 就是印度的选区呢 要办一个很重要的活动 所以当地的这个霹雳州的州务大臣点名 希望他一定要前去 那么后来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呢 那么我就说我也能够理解 因为这个选区是很重要的 那么我就说如果你能够派一个代表来 也是可以的 可是后来他经过了考虑的以后呢 他三年前打电话给我 他说小华我还是决定来你这里 所以虽然他没有说 可是我知道当时他的心里是非常的纠结的 因为一方面是有关乎于他那个选区的选票 一方面呢考虑到对我们的诚信问题 因为毕竟在半年前就答应我们了 而不是半年前 大概三个月 而我们这个活动严过一次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他这种在选票和诚信之间呢 他选择了诚信 其实这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华文化里面 最高贵的一种品质 所以我们对他表示非常自以万二峰的谢意和敬议 然后请大家给他一个掌声 我也相信上苍一定会保佑像他这样子 有优良品质的我们的政治家能够获胜的 我们大家也要努力为他加油 那么另外我也要非常感谢我们的中国驻马的特命拳权大使 拿都采喜阁下 因为其实今天晚上是好日子 那么很多的地方都在办活动 那么可是他也接到了许许多的邀约 我也知道 可是呢他最后也是选择来我们这里 那也是表示对我们这些文化工作者的一种 给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支持和鼓励 我们也谢谢他 当然还有我们的丹续林义团 他特别从这个这个槟城赶过来 也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 所以我真的是非常感谢 所以感谢大家对于我们的支持 其实我们文化协会过去呢 我们在庆祝会庆的时候呢 我们都是办这种非常盛大的千人宴 那当然我们办盛大的千人宴 主要呢我们除了邀请的人贵宾以外呢 我们还有这样子卖台 就是能够筹这个文化活动经济 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不一样 因为我们完全是以邀请的方式 然后来答谢大家而且表示我们对大家的感恩之情 我们有一句话说 长存感恩的人呢 医生是没有憾事的遗憾的事的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要感谢过去曾经 在我们困境的时候呢 给我们协助的这些人 因为是他们坚定 因为是这些人呢 坚定了我们的信念 然后呢也非常感恩 过去呢曾经在我们顺境的时候 给我们忠言提醒的人 也就是因为你们这些提醒呢 让我们能够不迷失方向 然后较证了我们的应该走的一个目标 当然我们也要感谢那些不断的鼓励我们的人 因为只有因为你们给我们的鼓励 也让我们能够有了更多前进的动力 当然我们还要感谢那些曾经批评我们的人 因为有了他们的批评 我们才懂得怎么样去思考和检讨 甚至我们也要感恩那些打击过我们的人 因为有了他们 所以才能够强化了我们的能力 而且磨练了我们的心智 所以今天呢我们虽然这个感恩晚宴 因为限于我们的这个能力 还有这个场地所限 也有好多人因为壮旗也不能够来 所以呢我们虽然设的宴席是非常的简单 可是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 最丰富的精神的粮食 就是待会我们有一个音乐辉煌之夜 音乐辉煌之夜是非常特殊的 因为我们所参与表演的人呢 都是在国际得过大奖的 包括我们的马来小天后 希腊 然后呢还有我们的口琴乐队 那么当然还有最特别的就是 我们有一个40个人的这种民族乐团 因为这40个人的民族乐团呢 他们将不同民族的这种音乐 相互的融合 以这个音乐来表达一种和谐 所以呢我们也知道这个音乐呢 它其实在这个音乐的世界里面 其实是不需要语言的 那即使说我们在这种互相 在这个要想沟通的时候呢 或者交流的时候不能够尽兴 但是一有了音乐呢 这个魔法就产生了 因为音乐可以跨越这个语言和文字的障碍 也可以跨越地域和这种历史的界线 因为用音乐呢 它那种优美的旋律和这种诚挚的情感呢 它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心灵 而且可以打动到我们的心灵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音乐会 其实也在体现了我们首相所说的 一种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理念 那么所以呢我们等于说用音乐 它就是表达了一个人类的一种 最自然的一种沟通的方式 所以呢我们也知道 当我们听到了这些音乐的时候呢 其实即使我们不明白 他们的文字和意思呢 可是因为这样子优美的旋律 和诚挚的感情呢 所以我们会了解到 甚至去爱上了别人的文化和文明 这也就是音乐的力量 所以今天我们要办这个 音乐辉煌之夜的意义 也就是在这里 所以当然呢我还要感谢一位贵宾 因为他还有其他的活动还没有到 待会儿呢也就是我们的首相署部长 丹水许子根博士 那么他待会儿呢会在音乐晚会的时候 带给我们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消息 所以我们也拭目以待 那么现在就说最后呢 我要谢谢大家出席我们今天的这个晚宴 而且我相信大家也会觉得是一个奇迹 因为很多人参加过华团宴会的人 经常都是不准时 那我想文化协会呢 一向就是要响应这个思想革新 就一定要准时开席 所以也非常谢谢大家 能够说在这么拥挤的这个交通繁忙的地方 因为今天这里有跑马 5点40分是擅长 所以我很担心 就没有想到今天也没下雨 所以老天是照顾我们了 给我们这些文化人的一个支持和鼓励 那我们也要感恩 然后也谢谢大家协助我们把这个晚宴 能够准时的开席 而且很顺利的完成 所以最后我祝大家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 和和乐乐 然后美美满满 谢谢 感恩